以下短片介绍学生资助计划综合申请 及它所涵盖的学生资助计划 学生资助计划综合申请表格 是一份以家庭为单位的申请表格 有经济需要的家庭只需填妥一份表格 便可以为同一家庭内的子女 向在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 及职学处辖下的学生资助处 及学资助 申请多项学前程度 以及中小学程度的学生资助 大家知不知道各项资助计划提供什么资助 申请资格和程序又是怎样 以下将为大家逐一介绍 为方便大家 这套短片分为几个章节 除顺章节次序观看短片外 你也可选取个别章节直接跳到那里观看 我们先从学前学生资助说起 幼稚园学童的父母可为子女申请幼稚园及幼儿中心学费减免计划 即幼稚园学生就学开支津贴 前者以学费减免方式提供资助 而后者则提供就学开支津贴 以支付学童的幼稚园教育和学习开支 幼稚园学童需在教育局注册 并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本地非牟利幼稚园就读幼儿班 K1、D班、K2或高班K3 并在入学年度的8月31日年满2岁8个月 另外0至3岁学童如在社会福利署辖下的注册幼儿中心 接受全日制托管服务 父母可申请学费减免 但就学开支津贴则不适用 学资处也有提供多项为中小学生而设的学生资助计划 第一项是学校书部津贴计划 这项计划向就读于官吏学校、资助学校 安卫津贴学校及直接资助计划下的本地学校 而有经济需要的小一至中六学生提供津贴 以支付必须的书部费用及杂项就学开支 第二项是学生车船津贴计划 这项计划是为就读于各中小学校 或在认可的院校修读全日制制学士学位课程 居住地点与学校距离超于十分钟步行时间 即需要承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学 而有经济需要的学生提供车船津贴 第三项是上网费津贴计划 计划目的是为有子女接受全日制中小学程度教育 或修读全日制意境文凭课程 或职业训练局全日制相关课程 而有经济需要的家庭提供津贴 以支付子女家居上网学习费用 例如由固定或流动电讯服务营办商 提供的宽屏上网服务 或流动数据卡的费用 津贴发放以家庭为单位 和资格的家庭不论子女人数多少 将获发以家庭为单位的定额现金津贴 另外就读意境文凭课程的全日制或监读制学员 以及年满17岁修读由教育局委托 与指定中心开办并有制速保证的夜间中学课程的学员 有需要的家庭可为他们申请学费发还 学员如符合资格 在学年结束后可获发还30%、50%或100%以缴付的学费 意境文凭学员需获院校确认他们成功修辟科目 而指定夜间成人教育课程的学员 则需获认可办学机构 确认他们在有关学期符合指定出席率或其他有关要求 我们将从申请学生及申请人两方面介绍 学生资助计划综合申请的申请资格 申请学生必须是未婚的香港居民 拥有香港居留权、入境权或不附带任何逗留条件 但逗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许可 只持旅游签证、双程通行证、学生签证 父或母持学生签证或旅游签证来港的学生 并不符合资格申领资助 申请人方面必须是申领资助学生的父或母 或根据香港法例第13章 未成年人监护条例下认可的监护人 一般而言 正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及中原的家庭 应直接向社会福利署申请其子女与就学有关的津贴 而无需向学资处申请 另一方面 就意境文凭学费发还和指定夜间成人教育课程资助计划的学费发还而言 中原家庭申请人可向学资处递交学费发还申请 申请家庭需通过入息审查 学资处采用调整后家庭收入机制进行入息审查 以平定申请人的资助资格及幅度 调整后家庭收入机制的计算方法为 家庭全年总收入除以家庭成员人数加1 家庭全年总收入包括申请人及其配偶的全年收入 与申请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的全年收入30% 以及亲友给予的金住 家庭成员通常指申请人 申请人的配偶与申请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 以及由申请人及或其配偶供养的父母 二至三人的单亲家庭 公式中除数的加1将会增加至加2 而零至三岁全日制幼儿中心学童的家庭 在申请学费减免时 除必须通过入息审查外 也需通过社会需要审查 申请人只要满足有关社会需要准则的 其中一项或以上 则代表通过社会需要审查 有关准则包括父母双方在职 及达到一定公时 申请学生的父母为长期病患者 申请学生来自单亲或大家庭 申请学生需要全日照顾 以及社工推荐的特别个案等 详情可见直学处网页上的社会需要审查表格 学资处会根据申请人的调整后家庭收入 评定他可获得的资助幅度 中小学程度的学生资助计划 设有全额或半额资助 学前学生资助计划的资助幅度 除设有全额及半额资助外 也设有四分三额的幅度 各级资助幅度相应的调整后家庭收入上限 会按年做出调整 申请人需逐年为子女以电子或纸本方式申请资助 每个家庭只需递交一份申请 申请时序如下 中小学生资助的持续申请人 即在上一学年成功申请的申请人 包括成功申请学前学生资助 并有子女于新学年升读小一的申请人 会于每年约三月中起 陆续收到用已在学资处电子通网页 开启玉田电子表格的登入码 或纸本预印表格等申请文件 他们应尽快在五月底前递交申请 如果是在上一学年 只曾成功申请学前学生资助的持续申请人 则会于每年约五月起 陆续收到用已在学资处电子通网页 开启玉田电子表格的登入码 或纸本预印表格等申请文件 他们应尽快在六月底前递交申请 新申请人方面 中小学生资助的新申请人 可于每年五月起 在学资处电子通网页 直接填写电子表格及递交申请 也可于各民政咨询中心及学校 索取申请文件 或从直学处网页下载 并应尽快在五月底前递交申请 另外 学前学生资助的新申请人 则可于每年七月起 在学资处电子通网页 直接填写电子表格及递交申请 也可于学校索取申请文件 或从直学处网页下载 并尽快递交申请 详请可参考学生资助计划 综合申请的申请指引 或直学处网页 学资处也有短片介绍 如何经网上填写 及递交电子申请表格 以及如何填写 纸本申请表格 你可在直学处网页找到相关短片 除学前学生资助外 学资处在一般情况下 不会接受再申请学年三月一日 或以后递交的申请 对于特殊个案 学资处会按个别情况做出考虑 个别资助计划的截止申请日期 可参考学生资助计划 综合申请的申请指引 或直学处网页 如对学资处的学生资助计划 有任何查询 可浏览直学处网页 或制定热线2802-2345